年薪百万是职业生涯的一个旅程碑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年薪百万 年薪百万的体验又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们找到一位年薪百万的女孩子 想问一下你现在年收入是有超过百万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年收入百万的专场吗 对啊 那你下次等千万的时候再来采访我好不好 什么情况 因为我年收入千万 您所在的行业是什么行业 是一个专门跟高净值家庭打交道这样一个行业 我们主要是给他们去提供解决他们育儿方面的一些烦恼 育嫂吗还是 你可以理解为高端保姆 其实我们是家庭老师 只是我们的客户群体 它都是那种超高净值的家庭 就是在我们这的消费大概可能一年得有个六七十万吧 那是您自己出去教育孩子吗 我自己刚出来的时候是自己专门去做一线的工作 但是我自己现在是老板 是课外补习呢还是 就是其实更多的时候类似于一个成长陪伴 不教学科 说白了陪着孩子吃喝玩乐 每天工作四个小时 吃饭的时候你要教他们餐桌礼仪 带他们出去周末博物馆的时候 你要去提前做好准备 你们对这些老师的要求是有多高呢 国内的话985211的 我们现在老师有清华北大的 然后国外的话前100的200的这样名校毕业的 你们这个行业薪资到你这个水准的多不多 那肯定不多 我是老板嘛 但是我们的老师其实薪资也不算低 根据老师他自己的资历而定的 一般是在20到30万 然后可能高的有四五十万的都会有 您从毕业到收入超过百万的话 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两年 两年 哇 这是很快的 是吧 对的 运气会比较好 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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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 对 强者的自迁 弱者的借口 那想问一下您是什么学校的 爱丁宝大学的 呦 其实外界有很多的刻板印象或者怎样 其实我不太愿意问这个问题 很多人可能好奇 高收入的女性 很强势 很难搞 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还好吧 就是感觉会有这种想法的 应该大部分都是一些能力比较差的男的 然后 要不然就是可能能力比我差吧 那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对我的印象倒是没有这样子 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个搞笑女 所以会觉得比较难谈恋爱 那么您现在的这个婚恋状态是怎么样的 没有啊 没有对象吗 没有 没有对象 那您是不是要求很高 对方哎呦我都签问了对方肯定要上亿也不会 起码得 旗鼓相当吧 就是我 旗鼓相当 对我不想去总给对方擦屁股 对方要一直带着我的话他也很辛苦 所以说应该是要找一个旗鼓相当的人 您这样的优秀的女孩子啊 那有没有人追求你呢 谈不上是追求 因为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没有说谁追谁的这个问题 大部分就是可能看对眼了 然后就在一起了 有没有人喜欢你 那我就问你 你喜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 好了那这个问题答案就是这里有人喜欢我 您这个高输入的工作 平时忙不忙压力大不大 一开始我是只用跟纽约那边打一打那种跨时区的电话 但是后来我们发展的太快了 就是包括我们中东也有业务了也有办公室了 中东也有业务 是叙利亚的业务吗 迪拜的 所以我经常会很多个时区的会议接着来 忙的时候可能顾不上睡觉 您家里是挂着五个不同的时区对不对 对 这是日不落的业务 像您这么高收入 那么你平时的这个消费是怎么样的 年收入百万我觉得其实也没有特别多 所以其实我们花钱还是会花在Doran上 可能最主要的两个收入一个就是吃 跟客户见面都是去那种可能人居一两天的餐厅 重用花费就会比较高 可能去那些 您客户都是那些高净值的人群 这还是您买单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出行 因为我自己现在住在一个洋谱 比较偏远的那种别墅区 进一次城可能要八九十块钱 这已经很贵了 但是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 他看着我打车 他说你一个年收入百万的人 你怎么现在坐车还坐快车 快车怎么了 快车是少个轮子 还是不能把我送到目的地了 大家其实要活在现实里面 并不是说我年薪百万就觉得很多 我好像是不是天天在小龙树上面去晒奢侈品包 那你们能够看得到的 可能人家天天晒包的 或者是在什么游艇上拍照这些 那都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为什么羡慕他们 你也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拥有这些东西 就是你能够看到他们的信息 就代表你们已经是属于一个阶层的人了 你们能够在这里看到我的视频 看到东西采访我 也证明我们是一个阶层的人 你们怎么花钱的 其实我也会怎么花钱 其实年薪百万的人真的很忙的 花钱都没有什么时间 在打钱还有时间吗 给别人打钱 在我的卡上转个五百万吗 今天周四 迷我五百万 那还有什么消费比较喜欢的东西 兴趣爱好 没什么兴趣爱好 那你存了这些钱干嘛 就是你会享受那种存钱带来的快乐 您的爱好就是看您卡里钱越来越多 从千万到亿 从亿到十亿 就这样 嗯 这是我的爱好 您愿不愿意施舍一下其他人呢 我现在可以给你我的收款码 来一点好吗 就现在 很多朋友可能也想说 哎呀想要高收入 那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 小众高薪 并且可能现在门槛还不那么高的职业 呃 他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去利用一个信息差 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是在利用信息差的这个前提下去选择一个好的赛道 像我们这种创业人来说吧 好的机会就像是独角兽 只有相信才会看到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的话 如果你也年轻百万 也有有趣又励志的故事分享 欢迎私敬与我们沟通 最后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点赞关注收藏 所有点赞朋友 明年一定可以年轻百万